针对尼泊特捐款收据另一错误 台中县政府社会处处长曹建秋特别做出说明 有关这一次那一个民众捐款 尼泊特风灾的那一个捐款 它有部分收据 因为那一个作业上的疏忽 造成那一个非常多的民众 还有那一个媒体的关心 我想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 这一次的尼泊特风灾的捐款 总共有64,735笔 那透过不同的银行 那个四大超商的系统 所以来的资料格式非常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来做的那个资料的处理 那第一批的收据 我们在8月15号的时候 就委托那一个委托厂商来印制 来郵寄 那其中第一批大概是21,550笔左右 那我们就发现到 大概有684笔的那一个 那个收据的金额的那个 有产生错误的情况 那当天我们就已经做那个补印 把正确的花票印出来 那隔天也把这些花票寄送出去 那整个作业上是有一部分的瑕疵 那也造成我们那个捐款人的误解 那事后我们也一一打电话 跟这一些捐款人电话致歉 那也跟他询问 是不是有收到我们那个补阿的收据 那非常感谢大家对那个县府的关心 那往后的那个资料 我们已经确实在做一次检查 那后续会再把那个花票寄送出去 那另外也要在这边呼吁大家 就是在当时捐款的时候 大概还有7000多位的那个捐款人 他当时没有留下他个人的资料 所以造成我们的收据 现在没办法寄出去 那未来他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请他跟我们社会处联络 那我们会将他的那一个收据来寄送给他 社会处表示其中部分资料 因为印发收据系统 对千位元斗点的判读错误 造成684份捐款收据有金额误载情形 社会处一发现之后 立刻补给新的收据 并逐一打电话向这些捐款人 确认及对于造成他们的困扰致歉 东南新闻方耀宁 台中市产网报导